所以这一次是他觉得 我进军全球市场 而且我要告诉全球 因为在战争的这种环境下 结盟最重要 他非常的清楚就是 当今天英美欧洲 这些所谓的民主先进国家 都变成他的盟友的时候 他才有筹码 可以去跟俄罗斯对抗 那前面你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一开始老实说 一开始大家都说 乌克兰被打的落花流水 然后到了中期 奇怪 欧美媒体是说 俄罗斯撑不住了 这什么节节败退 最近居然是乌克兰在反攻 我的天啊 我会觉得 而且大反攻 海军说已经击沉了 俄罗斯大型登陆舰 对啊 没错 如果按照这样的战果的话 怎么泽伦斯基会需要 跟北约要武器 这表示乌克兰节节胜利 光是俄罗斯就应该要 现在前线应该是士气全无 准备要投降了 不是吗 结果资伦斯基跟全部的人在那边要武器 那这代表什么 这就代表大外宣没有用 在战场上面不是炮外宣啦 那俄罗斯进军在这个进攻上面 确实老实说这段时间有一些阻碍也好 或者说比较缓慢的部分 那不代表俄罗斯 那个居于劣势 为什么 因为战场不是在俄罗斯啊 战场都是在乌克兰啊 你资伦斯基每发表一场演说 每多说一些东西 的同时就有他的同胞 可能牺牲生命 可能他们的财产 这些都在损失当中 可是他真的是真心为他的人民吗 我是打个问号 为什么 你要那么多的 你去不断的去要武器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希望这个战争不要结束啊 那这个和平协议要怎么谈下去 就像刚刚兵哥说的 我认为哲伦斯基他根本 根本最后你知道 现在包括刚刚讲那个 那个什么 5月9号什么 俄罗斯会停战的 俄罗斯的这个报导是叫做基辅独立报 好基辅独立报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呢 他是一个乌克兰的英文媒体 很有趣哦 乌克兰其实乌克兰的英语的 这个使用人口不多 但他是一个英语媒体 然后呢 他这个媒体其实最主要 就是在推特上面发讯息 那实际的这个媒体呢 其实是去年11月才创刊 为什么 他是本来是基辅的一个 叫基辅邮报 他们因为呢 跟这个跟老板有冲突被裁员 结果呢 欧洲的民主基金会 拨了一笔钱 我来支援你们 让你们成立媒体 那就表示什么 这是西方的力量 资助的媒体 好 那这家媒体呢 这个这个 在这一段战争的期间 他就是不断的去写 所谓的俄罗斯 节节拜退也好 或是他们哪里又受阻 哪里被哪一个坦克被打下来 哪一架这个飞机被打下来 都是在报道这样的讯息 当然我觉得 基于一个乌克兰媒体的立场 他应该这样做 当然 好 可是呢 重点来 最近包括欧美讲什么 什么俄罗斯可能 会有这个政变 有人要推翻普丁 包括这个5月9号要终战等等 请问俄罗斯方面有任何的回应吗 官方都没有任何回应 对 那很明显这叫什么 这叫宣传 是 他是在告诉全世界说 俄罗斯快撑不住了 你看他们只能打到5月9号啦 你看现在已经几月了 现在已经3月25号了 剩下一个多月啦 哎呀 我们只要撑过去 我们就可以大获全胜 我们乌克兰的荣耀就可以恢复了 辛蒙总是在打新战 那可是新战老实说 在战场上面 新战只是一环 那根本的军力的对抗 还是这个前线的 那个叫硬碰硬 那个是肉跟铁的冲突 不是说今天上上网 打键盘就可以解决掉的 所以今天 哲伦斯基是要 我一直讲 他叫时间换取空间 他希望有更多的武器 进入乌克兰去声援 去支持 让他能够在谈判和平协议的时候 目前搁置的状态 就是因为 俄罗斯不可能接受他的条件 因为光是讲那个公投就已经 就对俄罗斯来说 拜托我跟你谈 你还要公投的话 那就不用谈了 所以现在是暂停 而且拜登还叫乌克兰 不要在领土问题上妥协呢 一定的吧 不是西方国家一定是希望你继续打 你看美军 美国又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欧洲将全面购买美国的天然气 对对美国来说 这场战争让他获利非常多 所以我说 哲伦斯基 某种程度他的英雄化 是造成这个整个乌克兰的悲剧 会持续更长更久 那最近我其实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 我在这边插个题 我来分享一下 也不算插题 最近有一篇这个网路上 在台湾有一个网友他就说呢 我们台湾的媒体呢 念俄罗斯 是为了要跟中国大陆唱贺 好 他说这些词汇都是中国大陆独立 来我这是 这是教育部的国语词典 对其实念俄啊 俄哦 念俄哦 俄声哦 俄罗斯 包括美国有一个州叫俄亥俄州 也是俄哦 也是一样哦 所以这个我讲你不要什么都讲统战统战 就是有这种人 我讲就是这样的人 你根本就是台湾的泽伦斯基的模式 硬要把我们的明明是官方定的读音 把它拆解成这是中国大陆的 这太荒谬了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讯息 你知道有很多资深的那个新闻人说 看到如果主播念俄罗斯 他们还会觉得明明应该念俄罗斯 我们以前训练就叫俄罗斯 对我就习惯 然后我还是念俄罗斯 其实老实说有一些是约定属横 就是一般民间念俄罗斯没关系 我们常常讲俄国俄国 这个读音 但是你当你今天把它拿来政治化 你说这是因为迎合中国 中国大陆的媒体 我就觉得这实在太荒谬 又在玩 我讲这又是所谓的 康中保台的认知作战 今天就是要把 你看我后来注意了一下 比如说TPBS 真的主播他们的有用心 都是念俄罗斯的 比如说中天 大部分时间都是念俄罗斯 他就是要把这样的媒体 再把你打成是中共同路人 这真的是 我讲这种 这种奇心可诸 这个才是最恶劣的 而我回到这个乌克兰 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这个战争的这个题目里面的话 就是你 这就是宣传战 这就是认知作战 今天所有的负面对俄罗斯不利的消息 就是为了要全世界的这些读者观众觉得俄罗斯打不赢 不要再声援俄罗斯不要在那个了 对可是老实说如果你们如果美国真的觉得乌克兰会赢的话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把对中国的这个关税的这个这个制裁的这个恢复了三百多项对没错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关税的这个这个这个 制度把它恢复呢 哎那这不就是代表我讲美国又在玩什么 棒子胡萝卜游戏了 一方面警告你哎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声援俄罗斯哦 好一方面我哎给你一点好处你来啦来啦我们可以好好的当朋友嘛 哎又我美国又在这一局里面他因为他得到最多的利益 所以他又要开始玩他这近一个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最擅长的把戏就是把全球分崩离析 就是美国全世界这一世这一个世纪以来的几乎八成的战争都是美国搞起来的 美国参与的结果呢美国讲了一副他是和平的地道者维护者 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就是像台湾台湾也是目前也是美国的这个叫标的 好所以我们不是要倡议什么仇美或什么的不是而是我们要看清国际现实 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他再怎么样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 他不会在最后关键时刻站在你身边但是他要的是赚他的利益 对他来说我们讲对他对他来说台湾最有价值是什么 台积电啊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啊 所以他现在哎台积电已经要去美国设厂了很多的高科医产业都要去美国设厂的时候 根本他打的他对台湾打的主意就是当你今天你有这些的时候我要保护你吗 哎可是呢当这些产业都回到来到我的领土由我来保护的时候 你台湾就不是没有那么重要 好那个这场在 台水层生成机可以及时补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钟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层 一瓶电解液可以生成两百公升的水层 与病毒还有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所以是不沾害环境的一天使用两百次也没有问题 可以上快点购下单购买